HELLO 大家好我是Dian 那今天要延續前幾天就是有拍攝一部關於中立 我們之前曾經拍攝過的一個餐廳 因為上一次的影片有跟大家說 他算是一個商業大樓 所以他在每一層都有不同的經營項目 那上次也有跟大家提到 他在二樓是餐廳 三樓四樓在印象中他是戲院 然後在五樓的地方 也就是當時發生最嚴重的火災現場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是中立消失的戲院 我相信有許多中立人 那如果有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應該會勾起一些回憶 當時其實在中立也有蠻多家老戲院 但是後來因為時代的變遷 所以有一些戲院就無法繼續經營 那其實在高雄也有蠻多像這樣子的一些二輪片的戲院 也都是後來就收掉了 中立呢其實當時有幾間算是蠻知名的戲院 其中包含有國賓戲院 那當時這兩家戲院都是位在中美路上 但是現在這一個國賓戲院的大樓 其實他已經是完全荒廢的 那這一份資料呢是我在網路上找到 這一篇文章是在2019年12月6號所寫的 我們當時去的時候剛好是在這一篇文章之前 因為我們大約是在2017年18年去中立的戲院 那現在還能不能進去我也不清楚 因為那個是當時所進去拍攝的內容 另外還有兩間一間叫做來來戲院 還有青青戲院這兩家戲院都位在中央西路的同一棟樓上 那這一個戲院當時我們也有去過 這些資料我都有把它完整的留存下來 會拿出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至於是裡面的哪一間戲院呢 這個就不方便跟大家說 但是相信如果說自己本身是探險同好 你可能有曾經進去過 你或許就會知道影片中這個是哪一間戲院 那或許就會勾起你的一些回憶 那當天其實我是跟小香還有Abi 進去到這一間戲院裡面 因為我們從二樓餐廳拍攝完之後 我們緊接著就往樓上走 其實當時我們在現場 我們並不知道說樓上他所經營的項目是什麼 我們只是透過介紹給我們的同好 告訴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地點 那當時的探險其實非常的單純 就是一些同好互相分享一些地方 那進去我們就單純不管是用手機拍攝 或者是用攝影機 其實都是單純想要把這些畫面記錄下來 有些人可能會放到網路上跟大家做分享 有一些人就是保存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自己的一個回憶 其實我們當時去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他廢棄很長一段時間了 從畫面上看的話 至少可能超過五到十年以上 其實在他三樓的這個戲院啊 就是某一個戲院的座椅上面 我們有發現有一隻洋娃娃 那當時經過火災的變化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我跟大家說的五樓 還有二樓的餐廳 三樓跟四樓其實你只感覺了出它的破敗感 但是你看不出它有被燒掉的痕跡 所以這隻娃娃在那邊 其實當時我們是在想 這個會不會有一些可能過往的靈體 依附到這一個娃娃裡面 那其實這間戲院它算是比較小規模 有可能是因為它是三四樓 可能分開經營 所以導致說 它的戲院跟我們一般現在所常見的是不太一樣的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以為 就是它這一個戲院是沒有遭到火災的破壞 但是當我們往後面走的時候 其實有 這裡是什麼 那是什麼 是門嗎 是門嗎 等一下我被東西勾到 不好意思 應該是打不開 還是它封住了 卡住了 卡住了 好 好像是辦公室的地方 還有一些海報 這裡有很多那種 身份證營營的東西 然後還有撲克牌麻將 有點像是休息室的地方 等一下 它這個門也太低了吧 我整個人進不去 Abi妳進去好像剛好 我看了 這邊還有一個枕頭 似乎是一個小休息室 麻將撲克牌 那這裡膠捲好多喔 全部都是電影放映的膠捲 這樣 欸 這邊 好像有一個神龐 過往的這些廢棄戲院 它所呈現出來的感覺 它是經歷過好幾十年 輝煌時期所留下來的 它裡面所有的佈置造景 還有它的裝潢方式 跟近幾年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廢棄戲院 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的這種戲院 它會有一些隱藏的小房間 那有一些可能是以前的小包廂 或者是工作人員的休息室 但是大家會看到有其中一間 其實是比較適合Abi 它比較嬌小的人 可以進去做拍攝給大家看 有一個房間它還蠻特別的 它上面似乎當初是有供奉著一個牌位 就是它可能是一個簡單的神龐 不知道是什麼神明 但是它就是留有一塊木板 上面有一點點被熏黑 這邊似乎之前有供奉神明 但是它後面那邊好像有一點燒焦過的痕跡 這裡還有一些名字 我是一直在想它這邊到底是怎麼把它包裝成 看不出它曾經有火災過的 因為它這邊換過兩次名字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有一次也是因為火災 三個貢碑都依然留在現場 我們不清楚是不是當時那個時候 或許會有遊民入住 還是有其他的探險者可能進去 會去使用這個貢碑 可能禮貌上再幫它倒一點水 但是我們在現場就是有發現 這三個貢碑它是完好的保存 神龐上面啊 你已經完全看不出它原本是什麼圖案 其實你就會感覺它這個神龐上面 好像隱隱約約的 有一點點人形 又或者是說有一些異狀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你會覺得這個上面 它有一點異狀 接下來我們在四樓就有發現 它四樓的規模比三樓還大 就是它裡面的座位感覺是蠻多的 但是很多都已經是被拆掉了 就是那些椅子幾乎都是被拆掉 你就是可以看到散落滿地的椅子 而且有一個蠻有意思的地方 要跟大家另外做分享 就是依照我們過往這樣子 包括到近幾年這樣子 拍攝一些廢棄的戲院 其實這些比較老舊的戲院 你會發現比較多暗房 就是說它可能戲院的旁邊 這個廳旁邊 它可能就是會有一個小小的房間 或許是作為他們的辦公室 又或者是其他的用途 有些甚至很特別 它會結合像是經營者它的住家 就是裡面還會有房間 會有床 可能是兩間到三間 似乎都有住在裡面 後來換了另外一個接手人之後 又重新改名 才開始營業的 這邊是一個斜坡 然後 好像是那種戲院 要走進去放映廳的地方 賣吃的地方 賣吃的地方 然後我好像找到它 包裝 火災的地方 它在火災的水泥上覆蓋了一層木板 去蓋掉曾經火災過的痕跡 這邊有一股風一直吹過來 外面樓梯毀損得那麼嚴重 結果它戲院裡面竟然 感覺不出火災的痕跡 說真的 蠻厲害的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這裡有一具貓的屍體 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今天拍攝一下子 看到人的骨頭 又看到貓的屍體 有點詭異 不好意思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中立消失的戲院 有些人或許會 透過這部影片 勾起自己的一些回憶 或許你曾經有進去拍攝過 或進去探險過 但是可能到現在 已經完全是沒有辦法進去了 那這個影片 是我們過往在2017年 2018年所進去拍攝紀錄下來的 拿出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因為其實 現在這一類的這種場景 真的比較少見 透過這樣子的畫面 其實也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在經歷過時間 時代的變遷 有時候可能會經營的更好 但有時候就會變成是大家 畫面上所看到的這樣 很難敵得過現在的一些消費型態的改變 因為大多數現在的人 可能是透過網路去觀看一些影片啊 電影 過往可能大家要看這一類的東西 都是要去到現場 才能去看到現在剛上映的 或者是說你想看已經下檔 你也必須去二輪片 或者是去租借影片回家看 但是在現在啊 其實已經很少有那種出租DVD 現在大家就是都用網路嘛 網路時代 大家都用網路上去就可以看到電影 這一類那種出租的其實也已經慢慢沒落 他其實是一個影響一個 就是二輪片的經營不下去 那導致說大家也不租借了 就開始都從網路上去觀看一些 可能下檔自己喜歡的電影 所以導致說這些產業就會慢慢的沒落 就被網路去取代 那下一集如果大家還有興趣的話 下一集我將跟大家介紹 這棟樓的最後一站 就是五樓的舞廳 那當天我們在現場也有拍攝到 我們進去到這些小姐 他們後台的一個地方 現場遺留下非常多 他們當時穿過的衣服 都是一些非常亮麗的衣服 但是經歷過火災燒過之後 某一些還有保存在現場 但是大多數都已經被燒毀 下一集我將會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